一张补脾胃的方子 只需要六味药 调补脾胃 补血气 男女皆疑 大家好 我是沈医生 说起中医上的虚照 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肾虚 因此很多人就忽略脾虚 那所谓脾虚生百病 而现在很多人因工作压力和生活节奏快 经常吃饭不规律 而且因工作原因也经常熬夜 长期以来脾胃就会越来越受伤 也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所以补充脾胃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中医上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 是气血生化之源 主管着人体的饮食吸收和消化 如果因饮食不洁 情绪不舒 过度劳累 久病体虚等情况导致脾胃不好 身体的气血就会不足 因此身体各个部位就得不到气血儒氧 从而出现头晕头痛 厌食 浑身乏力 气短烂颜 带出汗 腹泻等症状 对于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出自伤寒润的方子 小剑中汤 该方是由乙糖 桂枝 白草 枝干草 大枣 生姜 酥成 水尖取枝 加入乙糖融化 温服 该方中首先重用乙糖为军药 胃干性温 入脾胃 肺三经 油 补脾液气 温中补虚 生筋 润造的作用 可用于牢圈 脾胃虚弱 食欲不振 吃了东西 消化不良等情况 其次方中加入桂枝 白草 同胃成药 桂枝 胃心 性温 可以补中气 白草 入肝 皮二经 能滋补肝血 养阴和阴 两药搭配 可以调和阴味 最后方中 大枣生姜 枝干草 共有佐食药 大枣 胃肝 可以补皮 养阴血 生姜 胃心 能结表散寒 温中止欧 枝干草 肝温 益气 调和助药 总而言之 小剑中汤为经典的 理虚方 具有调皮味 不血气 解经止痛的作用 提醒大家 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 进行辩证条理 不要自行抓药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有问题 可以把症状发给我 我来帮你辩证分析 我是沈医生 感谢你的关注和点赞 感谢观看